哈啰! 我是Jason 教練 今天來到我身後這個場,濫嶺安樂門這個極限運動場 經常有朋友覺得玩這些斜台的場是不對很多 不要說初學,就算玩開也不適合 這些場都覺得很危險,只是某部分的高手限定 其實是這樣嗎? 當然,如果玩這些斜桌的場合都是兩個玩法 要不就是玩關的鐵邊 就是我身後的Boxy位置 要不就是衝上衝下 來都是兩個玩法 如果你是想試這些場合 其實你不一定一來 你就要買對極限鞋 尤其是你已經懂得踩了朋友 其實用回你手上那對4.80 或者是90 都可以有效可以玩到 在這個場面可以玩到一些好玩 很刺激的ROLA活動 當然,大前提就是你一定先踩到 你完全已經不是一個錯 你向前向後 基本跳那些完全沒有問題 但當然刺激不是代表危險 記得玩之前 你還是要先穿好你的裝備和頭盔 其實就可以很安全 就可以玩到這個斜桌 享受到斜桌的樂趣 今天我用這個組合 就是一個4.90的一個組合 其實好像我類似這些 4.90、4.80都可以的 硬身鞋設計會好一點 始終這個情況會好一點 好一點 其實如果跑跑跳跳 在斜桌場上 你不關事 這些鞋其實是夠用的 就不一定說要高手 要整對特技鞋才可以玩這些場 其實如果你不關事的話 你穿那些鞋 其實你轉彎會更加難轉 因為一個輪胎比較小 而且很多時候中間 它會沒有輪胎 只有兩個輪胎 因為我來關事 那你穿那些鞋 其實就更加不適合玩 另外如果你想玩這些斜桌的場 選擇對場也很重要 那你選擇哪一種呢 就像我身後這些 中間有高有矮的 比如這邊這些 那你高的 那你不要玩了 那你中間這些位置 比較矮一點 還有那些台 你看到有些是直斜 那你要比較初學一點 即是你初次玩這些場 不是代表你完全初學 年初當然不適合玩這場 那你玩這些直斜的台 和玩湖台比較 直斜就會比較容易 而且最重要 你真的可以走到 在下面練習上來 就沒有一次過在上面衝下去 那麼危險 所以選擇對場也很重要 那譬如粉嶺這個 這個安樂門這個場 將軍澳單車官那個 都比較適合一點 另外美孚最近那個 這一年是全新翻新過的那場 其實都是比較適合一些 比較初次玩斜桌的朋友 走這個場呢 這些斜位呢 有些比較輕微的斜度 有些比較斜一點 那麼我選擇中間這個 沒有那麼斜的 例如這些呢 其實你下這些台其實非常簡單 我之前呢 教過初學動作那些 那些姿勢啊 例如你壓台 屈膝油膏啊 還有前後腳呢 其實你做回這些動作 就OK的了 下的時候 前後腳吧 側身 壓台 好了 再下去 再下去 總之 保持著前後腳 還有呢 你要保持著坐低 其實基本上呢 跟你平地踩的動作是差不多 只不過呢 現在是在斜台 那麼你這樣 兜上兜下 適應了那個台的斜度先 還有你去高的時候呢 想要坐低 站直 那你其實呢 就可以衝高一點點了 就這麼簡單其實 那你記得壓台 坐著就可以了 再習慣了呢 你可以試試這樣 這樣 打橫走的側壓 蹲下 做側壓 那你習慣了這些台的斜度 不陌生呢 其實呢 你就很有信心 在這些斜台做一些動作的了 那你覺得呢 玩這些斜台最好玩的 就是 現在我 這些 一些鍋台 OK 那玩鍋 又是怎樣玩呢 一模一樣 其實都是在下面鍛鍊上去 那還有呢 我們轉上那個軌道 很重要的 你看到我身後這個鍋 OK 那首先呢 我們在下面 然後呢 轉到上去 中間的位置呢 去到最高 然後下回來 那開始很多朋友都覺得呢 嘩 去到很高 很害怕 如果你不去高的話 你沒有辦法呢 可以保持著那個速度 衝過來的 所以呢 高度其實很緊要 但是如果你是用四個八十那個組合呢 那你要保持那個高度 相對就會有很多 因為始終那個滑是有速度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其實你用 這些四個八十這些硬身鞋 和你用特技鞋 比呢 特技鞋通常的滑是小一點的 那你要保持那個高度呢 更加難 所以要你自己衝啊 還有你一定要壓抬 但是你相對 如果你穿回普通鞋呢 其實呢 你是會易做了 因為始終八十mm在斜台上呢 是屬於大輪來的 那速度呢 其實應該不大問題 最緊要你是要保持著那個重心 坐低一點 和一點點前後腳 其實就很穩 初次試一下 那試一下 那開頭呢 先不要那麼高 那去到凹位呢 那個煲的凹位置 你就要坐一坐低 然後再站直 這樣你才可以加到動力 可以保持著整個煲這樣轉回來的 好了 坐低 站直 坐低 站直 那照樣都是找回你認為你易的方向先 有些人轉右 有些人轉左 當然啦 如果可以的話 兩邊方向做完呢 都是必須的 剛才說了我們玩煲要前後腳 OK 但是有一個問題來到了 如果我先當轉右 如果轉右 哪一隻腳在前面呢 如果正常平地呢 應該右腳是會在前面 但是如果轉煲呢 又未必的 因為之後呢 如果你是玩關通 要就位 其實呢 有些人是會反轉 會是左腳前的 那其實呢 我都問過 請教過很多朋友 有些朋友就說要反轉 有些就說平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是那麼大問題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都是 你需要前後腳 但是呢 你如果的幅度不夠 不要緊要 但是還是要少少 都是必須的 那我自己呢 也有這個情況的 有時是 我特意反轉 其實都OK的 那你要看回自己 你認為是誰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平腳 應該就沒有那麼穩陣 那試一次了 OK 好啦 我們高一點位置 好啦 還要坐低啦 壓台 那用回80呢 其實這樣玩呢 其實轉煲呢 其實都幾刺激 幾夠快的 那還要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你轉彎位 套位的時候 你要坐低身 壓台 第二 就是那個高度 就是要 你要保持著 盡量兜上去 落回來 就是好像一個波浪 那樣的軌道 這樣你才可以 在那個煲那裡 可以保持著 一個速度 那另外呢 就是也都很重要 你是需要 盡量 那個身要出來 就是譬如我轉右 那你身應該向右 出回來的 那跟之前呢 我教過一些 在那個煲那裡 你要做側壓 向裡面斜 也不一樣 如果你是完全 好錯的朋友 你就需要向裡面側壓 譬如我當我轉右的話 轉右 你要壓左 這樣你才壓得緊 那台 那如果你轉煲呢 你高速 你應該 那個身呢 轉右的時候 那個身呢 要向右這樣斜 噢 試一次 那你如果跳下去 就可以那個速度 更加快 這樣玩呢 其實呢 都有一定樂趣 就不一定說 要穿特技鞋啊 才可以玩我身後面 這些斜台的 那你如果 尤其是你 是想 初初想試一下的 你會踩的朋友 就想試 你不用這麼快想 買一雙鞋 你試一下崩一下這些台 其實一樣有樂趣 在這裡 那懂得玩了 你崩熟了 你再想一下 喜不喜歡玩關 如果你喜歡關 你再做一雙特技鞋 玩斜台 不一樣 真的很難 很厲害 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 都是一個項目 只不過刺激一點 好玩一點 那我自己都認識 有一些家長 其實是 他由零開始 懂踩了 然後一步步上 他都是可以玩到斜台的 OK 甚至乎現在玩得不錯 那希望遲下有時間 可以訪問一下他 問一下他 拿一些心得 怎樣可以 由這個 新手 去到這個老手 OK 一步步上 雖然他比較遲開始 那 但都可以玩得到 不一定 玩這個項目 不一定要年輕人專利了 你安全 玩到 其實是有方法 一步步上 當然最重要是 帶齊裝備 希望這段教學 可以讓大家了解多些 玩斜台 其實不一樣 那麼恐怖的東西 你都可以玩到 不過 最重要是一步步上 帶齊裝備 那就記得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們頻道 還有share 給多些朋友看 鼓勵他 其實你都可以玩斜台 你都可以玩的 你一定要玩的 可以玩的 誰可以玩的 你也會玩的 你不在乎